康瑞颱风席台各地传出灾奇 那么根据统计 新北市一共受理了 有2000多起的通报 其中一半都是路数倒塌 另外还有14万户停电 目前是还有2万户在抢修当中 而在新北市政总质询时 市长侯友宜就表示了 会在今天全力复原 康瑞颱风席台 强风豪雨 威力惊人 索性隔天颱风远离 恢复上班上课 在市政会议上 市长侯友宜就针对了灾情 进行报告 目前我们到现在为止 大概已经塑取了2096件 那2096件已结案的是1122件 那处理中还有974件 那这当中最重要的路数倒塌 就将近占了一半 另外 台风也影响了电力提供 共有14万户停电 12万户已经复电 但是还是有2万户正在全力抢修 在交通部分 11月1号上班日 因为市容尚未恢复 出现了拥塞情况 市长侯友宜也呼吁企业主要体恤员工 只要往北的桥梁全部严重阻塞 因为台北市那边的路数倒塌也算是很严重 所以往北的都碰上交通阻塞 所以即使您早出门 还是会受到大幅的影响 希望企业主能够体恤 员工在上班的过程当中 因为交通的问题 就算有迟到或是担任的时间 请他们多多包容 绝对不能扣心 也不能责骂 要完全地体谅他们 市长表示 新北市全面投入人力 希望能够在11月1号的下班前 将工作告一段落 风灾后复原 新北29区全力动员 要在最短时间完成 来维护市民安全 恢复正常生活 请不吝点赞订阅